往往在整個中央 在整個數據確診的個案 在做篩檢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永篩的狀況 造成到地方來 時間上就有非常的漏差 我們漏差光新北市 最高可以達到漏差6天的時間 所以這6天的時間我非常擔心 就會造成防疫的破口 所以我要在這裡特別呼籲 我們中央地方防疫一起來 我們要成立國家篩檢隊 結合民間業者的力量 一起來共同快速篩檢 我昨天跟陳部長大概通了20分鐘的電話 他把原因也找出來了 因為在整個資訊的漏差 時間的漏差 雖然在整個中央 在整個確診的篩檢長的速度上 做到了擠壓 所以通知到地方上 有時間的漏差 造成這當中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很多的確診者就在等 為什麼一直沒有通知我們 能夠安排就醫 所以這個時間差 請大家也能夠體諒 因為剛剛開始 難免會有篩車的狀況 感谢观看